与时臀部下放了粘粘物联系到一块 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胎盘外露 胎盘还是很完整 特别完整 这个发现实在是让人没有想到 原来这个清朝格格的死正是和胎盘有关 我们了解到 妇女在生产过后 如果胎盘留在宫腔当中 可能会导致病人出现宫内感染 败血症 大出血等严重的并发症 如果不能及时的处理 就会危及生命 那么当年末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联系到以前对尸体进行的检查 专家们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推断 在大约两百多年前 一位三平五官家的夫人就要生产了 可是这个女人身在一下屋 生产作场非常痛 最后她用尽全力把孩子生了下来 可胎盘却留在腹中无法去除 结果导致喜崩 这位夫人也就昏死了 这人就说明有什么问题呢 他先把孩子生出来了 孩子生出来以后 胎盘还存留在腹中之内 最后产生家父 他家人 以为他是真实的 开始给他定度冠冒 开始穿衣服 完了 开始送荡 为了死者能早日的安息 家里人连夜给墨氏做好的棺材 换好的衣服 第二天一早进行了安葬 可是他的家人却不知道 墨氏的死亡只是一种假死的动物 入脸之后 这位清朝的贵夫人 逐渐的缓了过来 谁知醒来之后 他竟发现 自己躺在一个黑洞洞的棺材里 于是惊恐 他想做他做不起来 他想推他推不开 这个时候他乱动 呼喉 在侦扎当中 胎盘从腹腔当中 溜出 醒过来的墨氏快疾风了 他拼了命的拍打着棺材 可是这棺材密封的是严严实实 真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离哪 最终呢 这个产后虚弱的女人 在拼命挣扎当中 耗光了棺材内所有的氧气 带着绝望和